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教你設定Windows 10 電源管理使用高效能 如果電腦發生不明故障 實在找不出是什麼原因 可以試試 電源管理高效能 改用高效能 可能電腦會跑得比較順 打開Windows 10傳統控制檔 這邊有一個 電源選項 點擊一下 點擊電源選項 然後它是放在隱藏其他的計畫裡面 預設是隱藏的 你要點擊 隱藏其他的計畫 顯示其他的計畫 點一下 這個才會出來 然後點擊一下 高效能 這樣就OK了 然後關閉 就是切換到高效能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完畢 那這邊建議大家 再 重新開啟一下 我要數右鍵 重新啟動 這樣就可以了 電腦 電腦大致上 可分為三層 應用層 驅動層 硬層 硬層 如果遇到無法開機 可能是應用層 或者是驅動層 這兩個局線問題 可以試試 用安全模式 來解決 就是遇到開機卡住 或者是 開機黑屏 先試試用安全模式 看看能不能排除掉 無法開機的問題 電腦的零件很多 密密麻麻 這麼多 如果有硬體壞掉 不是用 安全模式 可以解決的 那其中一項 並不算是壞掉 而是 零件 老舊衰敗 造成 電腦不穩定 比如說 電源供應器 Power 用了很多年 裡面的電流 或者是 其他零件 老舊衰敗 因此 供電的效率 不好 造成供電不足 電腦就會 非常的不穩定 關於 電源部分 也削了幾篇的文章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在這邊 圖文說明頁面 這一個網址 貼在 英庫的 處理這邊 點一下 就到這個 語尾說明 因為有些 圖片 文章要參考 還有 連結要點 按照 按照 點擊 顯示 完成資訊 裡面有個 偶妹 站住文章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文章 偶妹 支持我 站住 資訊的文章 謝謝大家 開心收看 期望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